那我开始创作这个绘画日志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需要一个安全的 并且诚实面对自己的疏忧方式 用一种很像在游戏一般并且自由的创作手法 慢慢的我开启了内在的直觉与灵感 并且选择如何整合生活中好的、不好的 特别的感受来带入作品之中 当我们面对压力负担时 藉由绘画日志 我们可以将这些沉重甚至是负面的情绪 透过日志来释放它们自由 之后当我们回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也更能像艺术家般的来深入挖掘 并且也会感觉到自己的创作又进入了一段新的旅程 那可能是关于回忆、原谅、疗愈、甚至是庆祝 魂花日志它让我们缺帅在生活中所赋予的意义 让我们过着有创业的生活 也或许你能因此开始分享你走过的凌晨 就让我们一起动手创作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